就是这个电箱真的好吓人 拿木棍测试只要稍微碰到 火花就会猛喷 还会伴随爆裂声 这是一名骑士经过的时候发现的 还把画面拍下来 他说事发的地点就在台铁宿舍的外头 而且附近还有公车站站牌 每天都人来人往 白天成为现场 电箱还是持续漏电 光看就心心胆战 民众说已经通知台铁 隔了四五天迟迟没处理 如果电到人了 先来负责 流电会连结在一起 过路的人不小心会电到 会很危险 这个要去跟国有产局说的 其实这个台铁宿舍 已经废弃将近八年 外头电箱原本已经废止用电 结果前一阵子 附近胎商便于行事 为了做生意私自接电 如今生意没做了 电箱漏电却没人领 我们等一下停电 然后把那个 他用户私人的内线剪掉 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没有在使用 所以都造成很多问题 垃圾 机车乱停 上次铁路宿舍那边还导致火警 台电紧急来断电 才接触危机 多亏有民众破网反应 否则火花四射 漏电不知药漏多久 借林元斌台中报道